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my 相信喜欢去日本旅行的你 对于西瓜卡 Suica 一定是很熟悉的 这张西瓜卡就像香港的八塔通一样 在日本拿它来搭大部分的交通工具 不单是这样 还可以用来在一些便利店里买东西 而今时今日西瓜卡 Suica 已经可以不只是用实体卡 我们可以透过iPhone 可以制造一张虚拟的Suica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Apple Pay里面 就去付车费或者是买东西付钱 那究竟怎样做呢? 很简单 跟我一起去片看看吧 首先你的电话型号是要iPhone 8以上 然后你有Apple Wallet 以及设计了Apple Pay这个功能 有这两样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在你的手机打开你的银包 就是Apple Wallet 然后你会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加好 这个加好 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其中一栏叫交通卡 你一路搜索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交通卡都有 你就找日本Suica 按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有两行字 第一行叫继续 第二行就是从现有的卡转出 把现有的卡转出的意思就是 你本身有一张实体卡 你想把实体卡里面的东西 放到Apple Wallet 那我们才会用的 如果不是你是一个新卡的话 你就按继续就可以了 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画面叫你选择金额 而你开新卡的话 最得限度是1000日圆 所以你就要按1000日圆 然后在右上角按加入 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些条款和规则 你按同意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说意思 你用Apple Pay 来给这1000日圆 顺带一提 就是在这个Apple Pay 里面你可以选择任何一张 credit card去给这1000日圆 而你甚至可以像我那样 现在我这个是一个debit card 而里面是有多种货币 其中我有日圆 那我如果用这张卡来给钱的话 它就会直接在我户口里面 扣了这1000日圆 而散却了 是会在网上去外币兑换这个过程 当你给完钱之后 你去回你的银包 你就会看到这张Suica 就会加到你的银包里面 那你就可以开始用你那张西瓜卡 你每次打开西瓜卡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看到你过往 那么多次最新的交易记录 而当你用完这些钱时 要去增值的话 你就按这个增值键 按了进去 你就可以把你需要增值的银码打进去 然后做你好像开卡的时候的付款方法 那你这张卡就增值成功 可以继续用 在这里你还可以再次确定一下 究竟这张卡是否变成特快的交通卡 特快交通卡的意思就是 你不需要去入密码 或者用任何的认证 就可以用这张卡来付交通费 那就是你去回这个设定 找到银包与Apple Pay 你会看到有特快交通卡这个字 有看到Suica的话 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开通了 如果是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用这张卡 不再需要Face ID 或者是按密码才可以付钱的了 好了这条影片 关于Suica西瓜卡的资讯 就去到这里了 希望这条影片帮到你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你like和share出去 多谢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